另外在社区消息方面 在美华裔作家周瑜的新书 《地中海上的坦哥》 在26日率先与洛杉矶华人媒体见面 《地中海上的坦哥》是周瑜的第19本书 83岁的他表示 新书由38篇散文组成 分为甜酸苦辣 至上情怀 海角天涯三个部分 作家周瑜本身是空军出身 1982年 二度退休后来美 在美、加、台、港 及中国大陆华文报纸杂志 发表作品三百余万字 获奖无数 写作同时 他还曾任北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长 洛杉矶荣光联谊会会长 及南加州中国大专校友会理事等 那么我写作 以这个幽默为这个主题 因为我想在这个生活情绪 如果你写得很深奥的文字 想大道理 可能人家不怎么喜欢看 我就想用短小平时的文字 写一段幽默的事情 把生活中的幽默的事情把它写出来 美美洛杉矶华文作家协会会长 彭南林表示 周瑜先生的作品题材多样 有诗歌 小说 散文 游记等等 周先生虽然年岁八十有余 但是一直情于彼根 是年轻人的好榜样 先生他实际上 如果你看他的简历 他是从一个非官 再到一个作家 一个很知名的作家 基本上有他自己的观察 思想和励志的故事 或者自己想表达的 对社会的一些看法 本周日在蒙特利公园市 将举办一场新书发布会 及鸡尾酒会 及卡拉OK舞会 欢迎广大社区群众 积极参与 凤凤卫视网好 洛杉矶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